南科郊区藏越南村色 2公里外防市激情 南科善化郊区 在小新营、茄拔边界 聚集三家越南美眉KTV小吃店 还有激情密码汽车旅馆 这一带近省道和高速公路位置偏僻 被当地民众戏称三不管地带 在善化郊区通往山上区的成功路上 这一带过去被视为善化的乡下 位置临近台一县 经常路过汽车、大卡车等车潮 闲少有人停留 聚集情缘美食餐饮 亮晶晶、越式KTV小吃店 老板为台湾人 雇佣越南籍 台湾女员工、服务客人欢唱 受南科发展带动 这些KTV因灵性审告 路过都是车潮、无人潮 12开载物站、大型仓鼠 越式KTV、汽车旅馆 乡下地方开这些店也不让人意外 店家主要生意来源多为吃饭、喝酒、唱歌的问奖 或是南科盖场的工人 他们三五好友相约唱歌 找美眉助兴、消费评价 苹果新网近期走访多次 不管平日晚上都没开业 门口招牌贴上美眉性感照 引发联想 也让人相当好奇具体经营内容 其中一家小吃店门口还张贴公告 楼地板面积约52平可容纳87人 店家会针对客流人数进行管制 可见平时生意很好 记者找到当地45岁王幸运奖 说起小吃部他可是守门守陆的老司机 最多 黄金斯基也是这几家店的常客 疫情之前他的店家配合载酒客 也是他的生意来源 但自从上半年疫情爆发 这些店暂停营业 它不但少了娱乐 酒客也不来 汽车车生意交八成 每月只剩两万收入 只好到善化火车站蹲点 天天首到通宵 经过五个月才让生意恢复五成 善化火车站 然后就有四公里的四公里 三公里的四公里 两公里的四公里 这个地方虽是善不管地带 不过在距离不到两公里的同条路上 却是建商抢劲的小新营房市热区 拥有散化郊区难得的大面积树地 但林西小新营的安静度宅区 城市相当有潜力 新营桥域建商 大阪建设与城建设等多家建商推案 今年第四季至明年上半年 会有超过十亿推案 将让小新营的发展更进行 并且为来吸引更多人进驻 也让区域生活机能更完善